准备 追 跑 追 跑 追 跑 快 快 司令 救回来你们仨 司令 我们上当了 司令 看 我不看 我想知道 电台配件拿到了没有 司令 混账 霍金发霍夫司令 这几年诈 你是白打了 把我几十个兵给弄丢了 还有脸回来 司令 我说了我们上当了 上了共军的当 特派员呢 我们回来的时候 遇到共军的伏击 撤退的时候 将特派员给炮丢了 生死不明了 听到了吧 竟然把特派员给弄丢了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你让我怎么向何总司令交代 是 平日里你们三人还同穿一条裤子 到了关键时刻 三个大男人 竟然把一个女人给弄丢了 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我说霍夫司令啊 这平日里不挺厉害的吗 怎么一到关键时刻 就干着掉链子的事 方茂 到 马上带人下山 一定要把特派员给我找回来 是 这不是特派员吗 这荒山野岭的 你咋一个人在这呢 当家的 你手废话 不送我回暴徒山 这今天不行 太远了 我说了 就现在 特派员 你说 老子让你到黄树岭 去陪老子一晚上能咋的呀 说什么呢 你滚蛋 信不信我毙了你 把全给老子放下 就你手里的那个破碍呀 你看看我这个 你能打得过我不 给老子围了 给老子围了 你想干什么 我说特派员 我上次在那个剧艺开过家 老子只想要一百条护枪 两挺机枪 再加上五千发子弹就行 好 我答应你 你先送我回去 回去之后 我跟徐殿廷商量 那可就一言为定了 好 徐司令 你上了贡军的当了 司令 毕了吧 严副官 要不你来执行 这是你们军中的事情 我最好不要猜 再等一下特派员吧 司令 昨天晚上派出去的人 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江小姐 没找到 那也得等啊 是 刘大当家到 谢司令 什么风 把刘大当家的给吹过来了 我 没想到 无事不当三宝殿 可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国的利益 有什么事 说吧 这谁啊 判啥错绑证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刘大当家的 今天是不是 要送一个人过来啊 真不愧是许司令 要我说呀 你要是生在三国那个时候 那老刘备就是我刘衰子的祖宗 那三国茅庐不请诸葛亮 就得请你了 刘宣德在天有灵 他要知道 他有这么一个当土匪的 玄玄玄 玄孙 那老人家 一定很高兴 他高不高兴我管不着 只要许司令你高兴就成了 刘双子 哪那么多废话 夏宝 那江特派员呀 被我救下 他呀让我转给许司令一封信 还请许司令过目 有错 比起司令 不至于吧 小意思 还是那句话 对于你来说呀 这点枪弹啊 那不是九牛身上拔根毛的事嘛 在这儿说 都是为了消灭共军 为大国效忠啊 刘大当家的 看来这笔生意啊 非做不可了 江小姐是何总司令的人 谁都不能欺负她 我答应 一手交人 一手交货 好 行 行 行 你也想让我 我要接何司令 我要接何司令 司令 暴东山有共军的内奸 暴东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